植物奶大腿瓶 杏仁奶、米奶、豆奶、燕麥奶 那麼多種植物奶 究竟哪一種適合你呢? 今天我會做植物奶營養大腿瓶 請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請你訂閱營養師媽媽頻道 我是逢星期四六都會上載新的影片 如果你對植物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你留言給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媽媽Priscilla 這個年代的人很多都不喝牛奶 可能是一個環保的緣故 可能是有乳糖不耐症 也有些朋友覺得牛奶不太健康 其實植物奶是否可以取代牛奶的營養呢?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不同的植物奶的營養價值 不同人有不同的營養需要 其實哪一種植物奶是適合你呢? 今天我會有植物奶大比拼給大家參考一下 植物奶準確來說應該叫植物性飲品 英文叫non dairy beverages 因為植物奶的人都是這樣叫 其實植物奶本身是沒有奶的成份的 所以它才適合一些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去飲用 但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叫 所以今天我都會用植物奶這個名稱 今天有哪幾種植物奶進行營養大比拼呢? 包括豆奶、杏仁奶、燕麥奶和米奶 我會以牛奶作為標準 因為牛奶本身也有豐富的營養素 包括蛋白質、鈣質 如果你想用植物奶去取代牛奶的話 今天這個大比拼就會告訴大家 我會以無糖的植物奶和一杯牛奶比較 首先就是高蛋白支損 一杯牛奶裡面有8克的蛋白質 哪一種植物奶是高蛋白支損呢? 就是豆奶 一杯豆奶是有7克的蛋白質 其實都非常接近牛奶的 但是其他的植物奶 好像杏仁奶、其他堅果奶 堅果是有豐富的蛋白質 但是杏仁奶或者堅果奶 其實那個蛋白質是非常低的 所以好像加拿大的食品指南 都是只有豆奶可以被視為一種蛋白質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想要補充一些蛋白質 比如給小朋友 或者吃肉不夠的朋友 或者一些素食者 你是希望拿多些蛋白質的話 其實豆奶就是你的選擇 高鈣脂選又是哪一種? 一杯牛奶是提供每天30% daily value 就是每天三成你的鈣質的需要量 究竟哪一種植物奶 是可以取代到牛奶? 就是沒有的 所有的植物奶 除非加了鈣 否則它們全部的鈣質含量都非常低 好像一個沒有加鈣的豆漿來講 一杯都只不過是提供4%的daily value 就是每天4%的鈣質的需要 所以本身的鈣質不高 如果你想補鈣的話 請來看營養標籤 檢查一下鈣質那裡 有沒有起碼給你30%的daily value 就相等於一杯牛奶 如果不清楚怎樣看營養標籤的話 可以去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怎樣看營養標籤 只要是加了鈣的話 所有的植物奶都可以給予鈣質給大家 哪一種植物奶是低熱量之選? 如果是打算控制體重的朋友來講 想要一杯低熱量的飲品 就一定要選杏仁奶 我們說的一杯脫脂奶大概是90卡路里 低脂奶大概是120卡路里 一杯無加糖的杏仁奶的熱量只不過是40卡路里 所以如果對於一些朋友來講 他想控制熱量 但又想喝杯飲品的話 杏仁奶也是一個選擇 不過熱量是來自三大營養素的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和脂肪 那麼低熱量 換言之其實杏仁奶 他本身也不是說有非常多的營養素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想要低熱量的話 其實你可能喝水就比較直接 由於杏仁奶本身 除了他整體很低熱量 其實他的糖質也非常之低 杏仁奶也是適合一些生酮飲食的 因為他一杯只有4克的糖質 也都是比較適合一些低糖飲食 甚至生酮飲食的朋友 低敏之選 很多朋友不喝牛奶可能是因為乳糖不耐症 也都比如有些小朋友 可能由嬰兒開始 其實他可能有牛奶蛋白敏感 變成不能夠喝牛奶 也有不少朋友同時有大豆的敏感 或者堅果也有不少朋友有敏感的情況 當中這些植物奶的低敏之選是哪種呢 就是米奶 米奶的致敏的機會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敏感的情況 你可能可以考慮選擇米奶 當然你也要檢查營養標籤 裡面有沒有其他物質添加了 會不會都是引起敏感的問題 高纖之選是哪種呢 就是燕麥奶 牛奶固然沒有纖維 因為動物性飲品 其他植物奶也沒有纖維 一般的燕麥奶也有2-3克纖維素 相等於一片麥包 如果你想額外攝取纖維素 和你想喝一杯飲品 是比較飽肚一點的話 其實燕麥奶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最後高能量之選 高能量之選是哪一種呢 就是米奶 米奶的熱量其實也不低 即使沒有加糖 一杯米奶的熱量是120卡路里 當中很多是來自碳水化合物 對一些運動型的朋友 他經常都很活躍的 需要快速使用能量的朋友來說 其實米奶是一個好的選擇 當然相對來說 你需要控制糖質的攝取的時候 米奶就不太適合你了 今天跟大家進行植物奶的大比拼 希望大家也知道哪一種植物奶是適合你的 如果你想下一個超級食物的健康餐單的話 歡迎你去下面說明文的連結下載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